新火相傳 就是這位電影界永遠的志工 一輩子都在努力的事情 今年4月29號 導演搭上了高鐵 趕到了台南藝術大學 參加黃仁先生試試 一周年的紀念活動 只為了見老朋友一面 只為了叮嚀大家 電影史料保存的重要心 但是也就在那一天 導演體力變差了 胃口變壞了 不太是過去那種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豪爽個性了 報告導演 您的紀錄片形影不離 金馬獎已經排在 今年的閉幕典里做放映 你最愛金馬 全球首映 當然要摘金馬 導演這輩子為電影而生 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 依舊念念難忘 電影的大小事情 請容許我們再次跟導演說聲 謝謝你 導演再見 再次謝謝大家代表我爸爸 我的家人 謝謝各位今天來送他一程 紫達最喜歡交朋友 他也最愛朋友 他今天看到他的好朋友都來了 他一定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高興 非常的高興